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闻首先带您来关注 中美会晤26号在天津举行 美方在会后发布的一份新闻通告中表示 这次会谈本身体现出中美保持沟通的重要性 美方欢迎同中国的竞争 但并不寻求同中国发生冲突 晚间发布的新闻通告中表示 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同中方官员 对广泛议题进行了开诚布公的讨论 这本身就体现出中美保持沟通渠道畅通的重要性 新闻稿还引述舍曼在会上的表态称 美方欢迎中美之间的激烈竞争 将继续加强自身的竞争能力 而不是群球和中国之间的冲突 舍曼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会面 以及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峰举行会谈之后 将从天津直接前往阿满继续访问行程 近年来汉服表演成为了海外华人圈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北加州的汉服社的成员上周末来到了旧金山金门大桥 载歌载舞快闪了一首彩玉之乐 在琵琶 古琴 二胡 笛四的伴奏中 一群身穿各朝代服饰的汉服爱好者们 在金门桥景观台前翩翩起舞 这场活动除了寄托因为疫情无法回国的私乡之情 也是为了在海外弘扬中华文化 在美华人已经有两年没有回过国了 然后我们中秋佳节就会特别想家 所以我们也是举办这个活动 让大家能够抒发一下私乡之情 然后增加一下我们的凝聚力 在烈烈风声中轻松下腰 表演中步伐舞蹈功底很深的成员 很多人都希望无论身在何处都能传承中华文化 我觉得汉服是我们中国承载着千年文化的一个东西 需要我们去传承它 我觉得中国的汉服很美 是中国文化的一种 是想让它传承下去 所以我喜欢汉服来参加这个活动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国力越来越强大 然后大家都有自发的民族自豪感 愿意去更自豪地宣传我们本国的文化 当天表演中也有华裔第二代的身影 它有很多细节 据了解 这场中秋汉服快闪将被制作成饰品 在全球70多个海外汉服社团 联合举办的首届海外汉服中秋晚会上播放 防航卫视刘海平谢维旧金山报道 另外在加拿大方面 首届世界中医药针救文化周在温哥华开幕 来自世界各国的中医专家将推动中医药针救的国际交流合作 提升中医药针救的国际影响力 首届世界中医药针救文化周在温哥华通过线上网络直播拉开序幕 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近百名中医专家将首次与西医名流交流合作 共同向世界推广中医药针救 同时文化周还将举办圆桌会议与BC省政府探讨在法律政策层面推广中医药 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保障中医良性发展 并依靠政府政策的扶持在BC省构建恒定的中医医疗服务体系 世界中医药针救文化周租委会主席李荣刚 希望通过文化周促进中医药针救在全世界的发展 不仅仅是一次学术会议也是一场面对广大民众的大型中医文化 中医科普推广活动并且与当地西医界合作 同时与当地政府共同研究中医发展规划及政策 中国驻温哥华总领馆科技参赞文君在开幕式上 宣读了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童小玲的贺信 支持世界中医针救文化周的活动 大家共同努力发挥中医药原创优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 促进文明互建与民心相通 加拿大国会议员黄陈小平 强调了中医药针救对全球医学界的重要性 世界中医药针救文化周将在线上举办中英双语的健康讲座 太极拳功法讲座 药膳食疗美食讲座等中医药推广活动 加强中医药健康知识的宣传普及 更好的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健康服务 凤凰卫视苏惠文 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中国河南省发生严重活脑灾害 也牵动着加拿大华人 尤其是河南籍乡亲的心 加拿大河南同乡联谊会发起的募捐 不到48小时内就收到善款超过20万人民币 并将继续筹善款 用于后续的灾区安置与重建工作 加拿大河南同乡联谊总会领导层周末举行会议 商讨为河南灾区筹款 河南同乡会在发起募捐的48小时内 就收到超过20万元人民币的善款 其中10万已经转账给郑州红十字会 有的朋友是在专业协会里捐过款 有的朋友是通过微信直接转款 或者QQ直接捐款 但是得到这个通乡总会的这个消息之后 再次捐款 很多人都是多次捐款 不仅河南籍的乡亲们新系灾区 加拿大各界华人都踊跃向河南灾区捐款 连日来 以前许多素不相识的人 争相与河南同乡会联系 要求捐出善款 这个不光是河南人的事情 这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整个民族的一个事情 大家都是华人同根同源 对这个事情都非常的痛心 都非常主动的捐款 正致力于家中两国友好交流的 加拿大人彭加荣 Chris Pereira在中国多年生活的起点 就是始于在郑州大学的四年学习 他说 郑州是自己的第二故乡 在主流社会为河南灾区发生意不容辞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促进两国之间的一个友谊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人 不管大环境怎么样 我觉得有这种机会的时候 这种事件的时候 是一个机会互相帮助 然后认出我们的共同点 而不是强调我们的区别 加拿大河南同乡联谊总会 还将在8月1日与加拿大少林寺文化中心 共同举办传灯祈福活动 与加拿大各界一起为灾区人民祈福 并现场募集善款赈灾 传灯它不仅限于佛教 就是一个代表了人们的这种希望和祝福的一种方式 它点燃了一盘灯 它有了雪中送炭的意义 又有了祝福又有了光明 最主要是点灯它代表的希望 凤凰卫视祖克勤 苏惠文温哥华报道 而广告过后我们来看更多的消息 感谢回来 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总统拜登周一宣布 长期新冠症状可以被列为残疾 这意味着这部分患者可能有资格获得相关联邦保护和资源 在白宫庆祝美国残疾人法签署31周年的活动上 拜登表示他目前正在联合各部门一同努力推出一系列措施 以确保出现长期新冠症状的民众能够根据残疾法享有权利和资源 同时保护他们免受歧视 这些措施包括为注意力不集中的学生提供额外测试时间 为关节或肌肉疼痛客户提供加油站加油援助 以及允许头晕患者由服务动物陪伴等 此外卫生部指南提出有必要先进行个人评估 以确认长期新冠病毒患者是否有资格获得此类保护和资源 白宫官员周一表示 鉴于传染性更强的Delta变种正在迅速扩散 美国目前不会取消因新冠疫情而实施的国际旅行限制 据路透社报道 这一决定是在上周五白宫举行的高层会议之后做出的 意味着美国在疫情爆发之后 对世界上大多数地区实施的旅行限制 不会在短期内解除 最近决定对几个月来 一直在大力游说白宫取消这些限制的 美国航空公司和美国旅游业来说 无疑是一项重大的打击 目前美国禁止在过去14天内去过英国 26个欧洲深耕国家 爱尔兰 中国 印度 南非 伊朗和巴西的 大多数非公民入境 白四豪注意表示 纽约市将要求30多万市政工作人员 在9月中旬之前接种新冠疫苗 否则将面临每周检测 一周前 纽约市刚刚通过一项要求 所有市政医院和诊所的医护人员 接种疫苗的强制规定 白四豪表示 此举是为了保护工作人员 及他们所服务对象的健康和安全 他还指出 纽约市疫苗政策从激励措施 变为强制的措施 是为了试图遏制Delta变种 引发的感染浪潮 此外 白四豪要求 自今日起 未接种疫苗的市政员工 在市内需开始 始终佩戴口罩 不遵守规定的员工将被遣送回家 并不支付当日的工资 同一天 加州也宣布 该州将要求所有州府雇员 和一些医护人员 出示新冠疫苗接种证明 否则将接受每周强制性的新冠检测 加州高级官员周一表示 该计划将要求所有州府雇员 在8月2号之前提供疫苗接种证明 任何在该日期之前 仍未接种疫苗的州雇员 都必须每周进行至少一次的新冠检测 同时 在州属卫生间健保机构 和在医院工作的员工 也需要出示新冠疫苗接种证明 或每周进行新冠检测 官员还指出 仍未接种疫苗者 建议在工作期间 佩戴N95口罩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来关注一周 来自两岸3D的短消息 台风烟花 26号上午在浙江省平湖市沿海 再次登陆后 强度逐渐减弱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和暴雨橙色预警 台风烟花登陆周山后 移动较为缓慢 26号上午在次登陆时 强度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 受台风影响浙江上海江苏 安徽局地遭遇强风暴雨 截至26号中午12点 全国机场4600多班航班取消 1000多班出港延误 不过随着台风影响 逐渐减弱 红桥 浦东 杭州 温州等机场 已经恢复了起降 受台风影响关闭的高速公路和铁路 也正在足部恢复运营 北京市26号晚下暴雨 顺义区累计降水量已大于150毫米 两大机场取消航班近400架次 北京市气象台在晚上10点50分 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东北部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 不到一小时后 顺义区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累计降水量已大于150毫米 预计到27号早上6点 强降水仍将持续 气象台提示 山区及潜山区可能出现 强降水诱发的次生灾害 城市低洼地区可能出现积水 中小学幼儿园可提前或推迟上下学时间 驾行者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 积水过深 应及时绕行避免强行通过 奥运男子花剑个人赛决赛 中国香港基建代表张家朗赢得冠军 为中国香港在本届奥运拿下首面金牌 张家朗在决赛面对未免的意大利剑手加罗佐 最终张家朗以15比11获胜赢得金牌 既是香港历史上首面奥运基建奖牌 也是回归后香港首面奥运金牌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对张家朗和她的教练 致以衷心祝贺 她表示自己和很多市民一样 透过电视直播紧贴家朗的比赛为她打气 张家朗的佳绩证明了香港运动员的实力 让全港市民引以为傲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继续过后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另外在财经方面 华尔街股市收盘是轻微造好 市场预期谷歌母公司 字母表 苹果等巨型企业 本周即将公布的财报会带来利好消息 同时观望美联储的政策会议结果 我们来看星期一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在周一早时三大指出一开 盘是下跌 低开 随后是增长走高 三大指出在盘中还共创历史新高纪录 说盘时也都是上升左手 这星期一是科技产业公布业绩的重头的一个星期 盘后特斯拉公司率先公布业绩 无论是从美股盈利还是总的营业额 都是超出市场与继位好 盘中成为盛势 盘后也是继续上升走扬 从新建有苹果公司 自马表公司 微软公司公布业绩 星期三 星期四分别有谷歌 脸书和亚马逊公司 另外星期二开始一来两天 联盟主播局的货币政策会议 也是投资人高度关注的焦点 有经商表示现在的病毒扩散 可能会使联储局有更多的空间 长期维持低息 不过高盛公司的市场专家就表示 这次的病毒扩散对经济市场 不会造成实质的影响 对金融市场影响也是相对有限 所以市场心态相对来说是比较乐观 但是也相当审慎地观望 公司盈利公布之后 公司高管对今后的前景预期 以上的星期情况 凤鸿一只旁哲 纽约报道 我们来关注今天世界各地的全球财新指数 纽约报道 另外在社区新闻方面 近日在位于加州CCQ近上月发生了一起 鸟族农民遭警察枪杀的惨剧 引发了当地亚裔社区的不满 华裔社会活动家熊泽阁为此发现了绝食的抗议 引发了巨大的关注 少数族裔媒体服务机构EMS 于近日召开了网络研讨会 有请到了正在进行绝食抗议第18天的熊泽阁现身说法 并有请到了亚太裔立法核心小组 加州众议员邱幸福 Stop AAPI Hate组织联合创始人Manju Kunkarni 以及萨克拉蒙托市议员Mike Vang 讨论各级政府应该如何努力消除对亚太裔社区的偏见 据了解 6月28日在北加州与俄罗刚州边境的Siskio郡 因熔岩山火而撤离的苗族农民霍吉 在疏散区试图掉头时 被警方用枪打死 警方表示霍吉当时用枪指着警察 这导致警方开枪 但这个说法遭到了熊泽阁和数百名支持者的反驳 他们抗议游行要求对此案进行独立调查 霍吉的家人也表示霍吉的车被约60发子弹击中 中文字 解釋 那已經已經過了一星期了 我們已經過了這些談判 所以缺乏 我對我為了 烹飪撞到 公司和公司 是 我們社群的幾年 加州眾議員秋幸福 在當天的討論會中表示 自己作為一名前檢察官 和民權律師 他認為對這起死亡案件的發生方式 和原因進行獨立調查是完全合適的 民眾也有權知道真相 邱幸福也承諾 將會繼續關注亞太裔權力 堅決打擊針對亞太裔的歧視 和暴力行為 作為加州立法者 他也會繼續監督Siskew郡的局勢發展 作談會當天 熊澤哥 仍在Siskew郡法院門外的台階上 爵士抗議 他的訴求是希望Siskew郡警察局 能夠公布或及槍案時 警方隨身攜帶攝像機的錄像 並要求加州政府或聯邦政府 對此案展開獨立調查 凤凰卫視林漢前洛杉磯報道 近日負責加州新冠病毒租房援助計劃的 政府官員就近期推出的 AB832法案進行了媒體檢報會議 本次的會議由加州住宅與社區發展局主任 Gustave Velazquez 副主任 Jeffrey Ross 以及加州商業消費者服務和 住房機構副秘書長Ross Heimerich等 政府官員出席 並與民眾探討該法案是怎樣加強了 加州新冠病毒租房援助計劃 並延長了租客禁住令 以及計劃實施的重大變更 將如何影響加州的房東和房客 您知道 總統領事長和州政府 都在加州的同時期間 和加州的同時期間 加州的同時期間 和加州的同時期間 和加州的新冠病毒的 新冠病毒法案 和加州新冠病毒租房援助計劃 並延長了租客禁住令 為全民的成為 在疫情中的疫情 都在疑惑 因為失去聚會 或失去聚會 还将确保加州迅速使用超过50亿美元的联邦租金补助 补助范围扩大到从去年4月份开始的逾期租金 以及租户和房东的至9月底的逾期付款 申请的范围最长可以达到12个月 补助比例将增加到100% 加州州长纽森也表示 加州正在从新冠疫情中恢复过来 但大流行对经济的影响 继续不成比例地影响着 许多低收入的加州人租户和小房东 因此延长租客禁逐令 保护低收入租户 并为他们支付所欠的房租和水电费至关重要 而这一切的资金都归功于全国最大 最全面的租金援助计划 凤凰卫视林汉琴 洛杉矶报道 洛杉矶精英狮子会日前向 加州政府及南加州部分地区的城市 捐赠了包括洗手液 消毒纸巾等防疫物资 共计2000项 洛杉矶精英狮子会是有一批 志同道合的成功企业家自愿组织的 非盈利机构 在创会会长莫凯胜 现任会长陈雅明的带领下 企业家们在闲暇之余 积极献身社会公益 帮助弱势团体 并以出席 出新 出力 出钱的 狮子四出精神服务社区 到他变种病毒在社会上广为传播 已成为新的威胁 狮子会会员有感于社会责任的召唤 快速通过理事会决议 在短时间内 筹集到了约2000箱各类防疫物资 捐赠企业包括凯蒂国际 Cecilia Tech Inc. 南加州地毯大王 精英大理石橱柜公司等 捐赠仪式上 加州副州长的代表 及南加州圣盖博士 亚凯迪亚市 核桃市 爱尔梦利市 巴沙迪纳市的市长议员出席 并接受了捐赠 本号卫视实习记者白依晨 洛杉矶报道 由于禁止极端强降域 侵袭河南郑州 导致河南省内多地爆发严重内涝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南加州桥界一禁止 举办了支援河南抗洪救灾新闻发布会 鼓励当地华侨发起捐款 本次的活动由美国河南联合总商会所发起 并受到了中国驻罗丹基总领馆的支持 美国河南联合总商会会长王立军 南加州华人社团联合会会长陈慧毕 美中文化协会会长林旭 世界粤简辽华人团体联合会秘书长吴景辉 等南加州桥领军出席了当天的活动 并分别发表了讲话 美国河南联合总商会会长王立军表示 商会自成立至今 时刻关心河南的社会经济发展 而此刻正所谓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河南的灾情勿不牵动着海外华人华侨的心 因此商会决定发起募捐活动 呼吁大家在危难时刻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这里非常感谢南加州的华人华侨 对这次捐款的支持 我代表河南吧 河南这个整个河南的这个人民吧 然后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谢谢你们 只了解本次的募捐活动已经开启网上募捐通道 并在开放的第一天就受到了网民的积极回应 获得了超过两万五千美金的捐款 而美国河南联合总商会也表示 本次募捐活动完全公开透明 可以随时上网查询 待募捐结束后 所有募捐款项将直接电汇给河南灾区 虽然我们的能力还有限 但我相信我们在南加州的侨胞们 都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 我们愿意用真心真诚 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来支持我们的河南老家 来支持来帮助我们河南的父老乡亲 希望他们在洪灾中早日恢复 也希望所有的家人们都平安 希望我们的老家能够越来越好 在新闻发布会当天 有来自美国河南联合总商会 南加州华人社团联合会 美中文化协会 世界粤简聊华人团体联合会 美国加州湖北同乡会 美国大西北联合会 美国南加州华人联合会的代表 等纷纷上台捐款 众多侨领也在现场表示 海外华人华侨将同祖国站在一起 同河南一起共渡难关 凤凰卫视林汉琴 洛杉矶报道 2021文化中国水利方碑 中文歌曲大赛 洛杉矶赛区一近日 在洛杉矶举行了闭幕仪式 及颁奖典礼 最终决出了青少年组 和成人组的金银铜奖 本次的水利方碑 中文歌曲大赛 洛杉矶赛区 由美国青少年文化艺术协会 金国会 汉天卫视 英龙传媒 北京雍和盛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承办 旨在弘扬中国文化 发扬中文之美 在经过众多参赛歌手的激烈角逐下 最终角逐出了青少年组 和成人组共18名选手 进入当天的决赛 其中青少年组 均是生长在美国的华裔 他们不但可以演唱中文歌曲 而且中文口语娴熟流利 此次参赛也让他们更多地了解了中华文化 今年是第11年 前十年里头 我们有五年都得到奖 这也是不容易的 一共在北京就凭六个人 一个金奖 两个银奖 三个铜奖 那我们在十年里头 五年都得到奖 去年我们得到了一个铜奖 我们一共得到了五个 一共得到五个奖 十年里头 四个铜奖 一个金奖 我们希望今天 我们这些选手 能发挥他们最好的水平 能够给我们洛杉矶赛区呢 也能得一个奖 当天总决赛的两项青少年组金奖 分别由邵宇斯和徐贝涵获得 而成人组的两项金奖 由杨继刘安生获得 他们将被作为洛杉矶赛区的选中选手 参与在北京举行的水利方杯总决赛 因为疫情很多社团的活动都平止了 那么我觉得他们这个水利方的筹委会 真的是不惧疫情 顶着疫情在那做 而且做出了很大的成就 作为华文媒体 我觉得我们要支持这个 这么好的一个活动 作为华人社团 要给我们华人做一些正能量的宣传 本次洛杉矶赛区决赛得到了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的大力支持 洛杉矶的各大艺术团体音乐工作室的积极参与 而此次洛杉矶赛区的五位评委方圆圆 王建春 孙欣欣 廖锦明 王泽辉 也都是享誉海外的音乐艺术家 教育家 而洛杉矶赛区选中的选手 在历届北京水利方杯中文歌曲大赛总决赛中 都取得了娇人的成绩 冯红卫视林安琴 洛杉矶报道 世界华人工商部女奇管协会南加州分会 在会长唐九丽监事长冉乐意的带领下 于日前参访了来自台湾 同时皮带设计制作的Dost.com公司 并参观了城县宝尔博物馆的台湾金玉艺术大师作品展 活动的总召集人杨书惠介绍说 这次活动的主题是看见美丽 品味生活 希望通过参访企业极艺术展 扩大华商妇女的宏观视野 品味流行视野的新风貌 相互交流共同提高 同时为世华南加峰会下半年的活动 打下坚持的基础 正因为介绍了参访企业须职与流程 并主持了当天的活动 在Beltz公司负责人熊莉莉女士热情接待了 世华南加峰会 并向来宾们简单介绍了公司的发展历史 Beltz.com于1999年在台湾经营 五金皮带扣起家 2002年设立美国公司专营皮件产品 公司盈利20余年的经营及改革 发展成为目前皮带业界的翘楚 公司的产品在批发及网络营销上 遥遥领先其他业者 今天很高兴我们Beltz.com熊莉莉董事长 真的是我们的台湾之光 他从20几岁就来到美国 然后一路的经营20几年 有这样子的一个成长 而且真的是充分地发挥了 我们台湾人的努力不屑的精神 会长唐久利 世华总会副总会长陈林华 洛杉矶华侨文教服务中心主任张浩军 和台北驻洛杉矶经文处经济组组长 刘伦正等在致辞中 高度评价了Beltz.com公司 并称值得台商学习 我希望今天和世华姐妹以及和我的同事来看了之后 能够把她的成功的经验 也够向这个桥界来做所谓的宣扬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都能够克服一切的挑战 然后来创造事业的高峰 当天下午 世华男嘉峰会的会员还参观了在成县保尔博物馆展出的 来自台湾金羽玉的艺术珍藏 博物馆董事长施刘秀之女士专门安排两位中文导览员 为大家详细介绍每一件艺术品的历史与特质 让大家大开眼界 对来自台湾的艺术珍品赞不绝口 参加当天活动的 还有洛杉矶华侨文教服务中心副主任郑馨如 和台博中心主任林凤珠等 布华卫视实习记者白依晨洛杉矶报导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的详绸 技术 设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